有的部分在街上或者什麼是不治病 但是傳到人就會產生這個可能 這個是一個可能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地或者是地方對報告的流感 這方面不夠注意或者報告不夠指示 那我覺得更加傾向可能是第二個人 世界將近90個國際的代表明天 將在東北北京開會 討論籌措至少12億美元 聯手對抗情流感 把鏡頭轉回國內 逃兵力的人將面對更重的懲罰 而最高的懲罰把利益從五千元提高到一萬元 不過逃兵力的最高徒刑人物